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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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经了没有啊 你叫他不要念礼佛吧 礼佛不要念 我怕他激活 那个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拿掉 他说断定已经没有心跳了 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啦 我说刚刚看到半个的动 半个就没有了 就是一个胚胎 在肚子里一个小孩 只有半边 还有半边我看不见 那么就完了吗 死了吗 现在知道了吧 明白了 他开始前面没讲给我听 对不对啊 你们都说见证吧 好了 那师父就是 你猜猜几几年数什么了 八六年校后的 两月底有可能还会有 要到明年两月底啊 之后还会有 好吧 赶快把这个小孩子要超度的 那之前我已经 我们已经许愿就是念给他 就是我妻子的要经者 那是不是要转念给小孩子 现在直接叫他的名字呀 你妻子的名字静正 你妻子的名字的要经者 听得懂吗 明白 好啦 那是多少张 六十三张 明白了师父 好吧 你自己呀 听台长的话 你呀气量太小 第二 你跟你妻子动了一些 不是太好的脑筋 我不知道什么脑筋 你自己跟妻子两个人 跟人家接触的当中 动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地府不开心了 我就只能讲给你听 拉走 孩子拉走 你想一想 有没有在钱财上 有没有在人上面去捉弄别人一下 或者 这个事情明明可以怎么样 你去捉弄别人一下 因的 所以他就把你孩子弄掉了 没有 没有 你再讲 好好去想吧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嘴巴再乱讲了 想一想 好好忏悔 你跟你妻子两个人都会动小脑筋的 对不起师父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真的懂吗 好好忏悔 下次才会给你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学佛的人 脑筋不要乱动 天地鬼神全之道 骗人就是骗自己 永远要记住 不要去骗人 有什么好骗的 有什么好骗的 明白了吗 师父我想请问 这一个孩子 是不是其实是天上给的 什么 是不是天上给的 他天上给你的 天上给你会拉走的 明白 很难怀孕才怀出来的 你们想要了很多时候了 这孩子 对不对 天上给的 天上给的 好了 地幅溜出来的 不是天上给的 就你这样子 还能天上给你啊 好好做人啦 性量大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几岁啊 早婚嘛 29岁 看上去只有23岁 你老婆呢 一样29岁 嗯 29岁怎么长这么小啊 好好念经啦 当然是吧 好吗 应该 学了几年佛了啦 三年 三年啊 三年怎么会学得 孩子调调 一定不如理不如法 不要跟我讲的 肯定动小脑筋了 你记住一句话 天上地下 一分不差 你不要怪人间 所以我叫你们学佛的人 不要去说 哎呀不公平了 没有不公平的 你今天受的 一定是你种的 你跟我 你们跟我记住了 一个人 今天藏的果实 一定是你自己种下去的 你今天不种 哪来的果实啊 听得懂了吗 小弟啊 明白 好了 改师傅 改吧 好好改